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护港股市总结 我是小兰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各股市的收盘情况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港股方面 欧美股市未见受到法国恐袭阴霾太大的影响 每股三大指数均升超过了1% 外围投资气氛改善 港股今早高开了304点至22315点 重夺50天线 其后升幅最多扩大至486点至22497点 午后升幅有所收窄 收盘是暴在22264.25点 上涨了253点 升幅达到1.1% 国企指数同样高开166点 重上了1万点的关口 暴在10145点 其后升幅进一步的扩大至了10251点 午后升幅收窄 收盘是暴在1073.43点 上涨了95点 升幅达到0.95% 成交量方面持续的萎缩 全日成交只有738亿元 接下来关注一下截止收盘为止 主要蓝筹库的表现 一起来看一下 汇控市上涨了5毛5 中国移动市上涨了7毛 建设银行市上涨了5毛 工商银行升5分 中国银行升5分 港交所升1块6 中国人寿升1毛 邮邦保险升2毛5 腾讯控股升2块1 金沙中国升7毛 长河升1块 新鸿基地产升1块1 九龙仓升1块 中国海外升7毛 华恩质地升4毛 中海油升2毛6 中石油升1毛5 1毛1 中石化升3分 库仑能源升1毛6 中国神华升2毛6 好了 关注完港股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今天内地故事 中二早盘 护身梁市双双高开 护止开盘之后 一路的正当上扬 盘中一度是冲击了3700点 10点半左右冲高回落 涨幅收窄 午后开盘 护止正当下行 2点20左右 帆绿失守在3600点关扣 宁静尾盘 创业板经高开低走 失守在2800点 午后持续的下挫 逼近了2700点 盘面上航空的板块 涨幅靠前 题材股降温超过了50股市涨停 成交量方面 户市成交5215亿 深市成交7508亿 两市共成交12723.5亿元 接下来关注一下 截至今天收盘为止 A股的主要表现 上阵中指暴在3604.8点 下跌了2.16点 跌幅达到0.06% 深圳城指暴在12511.55点 下跌了108.84点 跌幅为0.86% 沪深300指数 暴在3758.39点 下跌了5.74点 跌幅为1.5% 0.15% 创业板指暴在2717.05点 下跌了80.11点 跌幅为2.86% 再来看一下H股对A股的五大折让 多阳玻璃折让88% 中石化油斧折让80% 昆明基团折让74% 光气集团折让74% 东北电气折让72% 再来看一下H股对A股的五大溢价 万科企业溢价8.5% 安徽海螺水泥溢价4.4% 中国平安溢价2.9% 福耀玻璃溢价0.02% 江苏林户高速溢价0.67%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完股市 我们接着关注一下 今天有哪些重要的一个财经消息 澳洲央行是公布了会议记录显示 维持利率不变是因为经济前景乐观 委员又认为通胀前景 渴望提供进一步的宽松货币政策的空间 并且预期未来两年 整体的经济将逐步的转好 因为矿业投资下跌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经消退 至于澳元因应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而有调整 刺激了对澳洲产品以及服务的需求 不过会议记录也显示出 委员认同仍有产能闲置的迹象 包括相对偏高的失业率 低工资的增长 以及9月季度期内通胀低于预期 另外会议记录指出 亚洲经济放缓的程度较预期大 持续的时间也可能较预期长 贝莱德是发表了全球投资者取向的调查显示 香港人对财务前景的相对乐观 并且倾向持有较少现金及较积极为退休储蓄 调查显示85%受访香港人对未来财务前景乐观 略高于全球受访者的平均比例56% 而去年受访香港人以及全球的受访者 对同一项目的比例差距则有11个百分点 明显高于今年2个百分点的差距 调查访问了20个市场超过3.1万名的受访者 当中1000人为香港人 调查发现每10名未退休的香港受访者当中 就有86%已经开始为退休储蓄 高于全球平均65%的比例 现金占投资组合为46% 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59% 调查又显示需要供养家庭的家庭型受访者 占香港受访人数的53% 当中表示为退休而储蓄 以及投资的比例分别为59%以及52% 好了这一节的互干故事总结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